大家好 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五 市场开始有明显的反复 甚至技术上的调整 先看看A股 A股今天终于出现明显的调整 日中指数的波幅都比较大 以上证指数高位是3433点 低位是3372 怎么计算 波幅差不多是六十几点 但最后也是以前日比较低的指数收市 上指收在3383点 相对上日收市来说 是回了67点 其实累积的升幅都已经不小 只不过一下回调 步伐这么急的确有点震震的感觉 看看港股 其实今天的早市已经低了279点 去到25931 早段曾经一度反弹到26137点 即是这一分钟跌了73点 但更重要的是 咬住250天线的水平 250天线在26603点 好了 之后 沽压浸浸而来 A股回调的幅度比较明显 255,570 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 是跌了640点 那是什么一回事 第一 技术上来说 指数今天不单止跌了250天线 而且形态上 距离10天线 相差是200点左右 因为10天线已经升到25401点 现在指数是25604点 相差是2008点左右 当然知道 不跌穿10天线 市高台的反复是会比较明显 但一旦跌穿平均移动线 即10天平均移动线 不单止是高台的反复 如是在过去10天平均入房买货的人 都有机会被捆绑 除非10天前很便宜买 但如果说 这1、2天才高追 好像昨天高价才追 不多不少都被捆绑 所以一直以来 都是提倡大家 勸勸大大声就好了 因为股价的上升 是现在单单靠资金去推动 大家看看传统股份 全部都原地踏步 因为疫情第二波又再升温 对零售、产品、实体经济 是造成一定的影响 政府的措施也开始慢慢持续 唯独市市场的资金 实在太过充裕 变成好像是遮盖了所有不明的因素 但始终股价已经累积了不少升幅 而且疫情的升温 或多或少令到持货者 因为持货多那些不如减减磅 赚钱那些不如计算 高追肯不肯支持 这个就反为你不计 但无论如何 而恒生指数 早两天都仍然坏了250天 今天和技术上已经跌得离开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对一部分投资者来说 可能仍是记挂着昨天 啊 琴訊升得很高 阿里巴巴升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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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是记挂着那一分钟的走势 所以变了都有个憧憬 市势还有机会咬着上去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只不过你参与的时间 就不要全身投入去 早日已经说了 如果把全东的股份全部卖了 把资金含乱追入了大数据的股份 现在已经全部错了 索性就不如观望就算了 如果你抠下了一些部署 细住肯定是没问题 其实有没有想过 有不少股份单月的升幅 已经是说了40-50% 市场这么刺烈的炒风之下 资金入市的态度 几乎近乎不是太理性了 市场越是不理性 我们就越是要理性 有两种技术走势要留意 第一就是 看紧要10天平均而用市的支持 这个大家真的要留意 不要提轻 第二 成交加价都很重要 市场一直都2000多亿成交 如果某两个交易坚 成交加价收到到1300、1400、1400、1500 即是预事上大市的动力 可能有少少是收斂了 部署方面当然不要这么进取 不要这么积极 好了 今天权力总结的分析 我就讲到这里